大家好 再聊一下ACFA 对吧 其实我们的官方消息都有 ACFA是继续的呀 甚至呢 看这个意思呀 还有可能加大会谈力度 这个两岸的贸易呀 可能给台湾再多降点税 这个我实在是接受不了啊 刚才的直播谈了这个事 没有特别好的情绪啊 下了播呢 到语音群呀 大家又聊这个事情 大家都很生气的啊 哎呀 觉得到底有什么意思呢 有什么劲呢 对吧 所以以后啊 我也不太想聊台湾的话题 聊了没有用啊 基本都自己在这嗨 也决定不了什么东西 而且事实呢 往往很打脸呢 用涉图日记经常的一句话 小粉红又崩溃了 当然没有到崩溃的那个地步 但心情显然是不好的 我看了一下微博呀 头条吧 都在谈这个事情 大家都很生气 对吧 即使负面情绪报表的 尤其是啊 头条上看啊 很多年轻人都讲啊 大陆年轻人压力很大的 应该会会我们呀 怎么老会台呢 比如之前台湾有一个年轻人 是在深圳还是在上海的啊 他录了一个视频 他讲啊 到了深圳或者上海 补贴给他房租 我们台湾年轻人来 不给我们房租 而且我们随便写个PTT啊 就给我们几十万的创业资金 糊弄一下就可以了 太容易了 后来呢 又把大陆啊 把中共骂了一通 你现在太荒唐了 这个事儿 太容易得来的东西啊 人家就不觉得是好东西 甚至呢 自以为是啊 甚至会人为啊 我们是犯贱的 包括那个台湾年轻人 别讲嘛 他们就是要舔我们的 哇 我们台湾人素质是很高的 对吧 对啊 都是抄袭 没有技术含量 抄袭 他们什么都要靠着台商 没有台商啊 大陆经济就崩溃了 没有我们台湾人呢 大陆经济完蛋了 台湾70%的经济啊 都是靠着我们台湾的 人就这么认为的啊 那今天的agfa继续的新闻呢 我上PTT看了一下 大概也是这么认为的 PTT上呢 主要怎么讲呢 就是反正说这个统一都是假的 只要我们支持蔡英文 对吧 我们这边啊 继续搞台独 那边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钱 给我们来的 他们就会不停的填我们的 就这么个意思 你肯定是啊 约会台啊 人家越讨厌 甚至啊 人家认为啊 越支持独立 你越会台啊 统一都是假的 反正啊 至少我看PTT这么认为 我们语音群里啊 也有台湾的朋友 台湾的朋友也讲啊 这个真是 在台湾呢 支持台独有饭吃 知统一 愣人心 因为我们这个朋友呢 还是个学生 他讲之前和他的同学啊 就讲过这个 关于ACFA的事 他认为必断 他的同学认为不会断 他的同学给他的理由呢 也很简单啊 就是 大陆要依靠台湾的嘛 对吧 大陆没有什么技术啊 台湾有芯片 有这个有那个的 反正大陆那边啊 离开了台湾 大陆经济就完了 我们台湾人素质高 如何如何的 反正大陆要填我们的 对吧 我们人均收入是大陆的好几倍 但是他们还是要 填我们的 要会台 因为没有我们呀 他们经济崩溃了 没有了红海呀 没有了这个那个的啊 就这套东西 那么 我们台湾的统派青年啊 坚持认为 对吧 大陆的发展已经很好 对吧 其实台湾呢 是享受着大陆的让利的 台湾是靠着大利 过得更好的 但是人家不这么认为 结果你看 ACFA又继续了 对吧 这个我们台湾 统派青年也认为 很搭练啊 认为支持台独有范 是支持统一啊 冷人心 那我看 我们这次吧 大概继续ACFA呀 因为我看了一下 有个网叫台海网 说了一下这个事情 台海网的这个论调啊 我也很难接受 其实台海网没有人看的啊 就这个ACFA下面 有几个评论 评论都是骂他的 怎么讲的呀 之前 岛上传言 大陆要中断ACFA 蔡英文民进党吓坏了 吓坏了 没有了ACFA 台湾对吧 如何如何啊 台湾经济就不好了 开始说这个 中间又说 但是我们继续ACFA 为什么呢 让台湾人民 感受到大陆的温暖 这多荒诞呢 前面啊 对吧 ACFA要中断 台湾吓坏了啊 蔡英文吓坏了 台独吓坏了 后面又讲了啊 我们继续 台湾人感受到 我们政策的温暖 后面还提了一下啊 反台独不反台湾人民 那这个ACFA受惠的 不是台独吗 那显然是的呀 除非你这个ACFA呀 搞个定向 投绿党的 支持台独的 不准他享受 那也不是 你是全面的呀 这个台湾人 他也包括台独啊 那有没有什么 剔除的机制 会台的ACFA制度呢 把台独剔除去 有没有呢 目前没看到 对吧 那显然也不会有的嘛 譬如这个 我们这个 农产品啊 因为ACFA呀 很多人讲什么芯片啊 芯片不在ACFA里 ACFA是让利 让利 芯片是有竞争 非常有竞争力的 这些有竞争力的产业 大陆也不需要汇它 对吧 人家很有竞争力的 台独的芯片 很有竞争力 台湾的一些半导体啊 还有一些 呃关键的配件啊 并不在ACFA里 ACFA主要是什么呢 农鱼产品 啊 还有一些运输品 石化产品 还有纺织品 我就举例纺织品吧 大陆这几年 纺织产业什么样 这几年纺织产业 说实话 效益也不好 很多都不好经营的 那你看你还得 汇着台湾 汇着台湾的纺织业 这搞什么吗 就像 之前某一年 海南的香蕉 几分钱一斤 卖不出去的 然后还得组织上台湾 高价采购 采购台湾的香蕉 啊 对吧 台湾农民的香蕉 卖不出去啊 我们很担心 汉南人民呢 海南不是宝宝 海南不是中国的一个商 那也是呢 怎么有差别对待呢 这显然是不行的 对吧 而且中国大陆今天的 发展 建设 那不主要是大陆人民 建设起来的吗 那首先得汇大陆人民 汇大陆青年 就像之前吧 对吧 前面说过啊 台湾有个青年人 在上海 还是在深圳来着 那他讲了嘛 我们到大陆来 工作 这边 给我们补贴房租 随便写个PTT 又给多少多少钱 大陆其他省份 到这些一线城市 有吗 他没有啊 那不还台湾青年 高人一党 对吧 那其实正常应该什么样啊 对吧 我们世界哪个国家 不都是这样吗 不应该是 以自己国家的国民为主吗 台湾虽然也属于中国的 但是现状就是两岸是分裂的嘛 台湾青年也好 也好 什么状态 对吧 今天台湾刚搞完四大公投 这什么状态 难道我们看不到呢 唉 这些话呀 真不知道该咋说 只能说让人很气愤呢 搞不懂这到底是为什么 而且台湾的人均GDP 是3.2万美金 大陆才1.2万美金 人家是我们的三倍的 这当然有穷的去恢复的呀 即便按WTO的原则 那也是 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 优惠的呀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衡量 那不就GDP吗 两岸也这样啊 其实和香港也这样啊 他们的人均收入都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了呀 至少数字上是啊 所以他们应该给我们游会才对呀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哎呀 我实在是搞不懂 搞不懂啊 所以啊 我还是很生气呀 对吧 而且 而且这个每年啊 台湾通过ACFA能赚到2000亿美金 这个数可不小啊 我们中国很多省份一年GDP都没有这么大 对吧 很多省份一年GDP都没有这么大的呀 然后台湾拿着这些钱买战斗机买导弹 然后再对准了大陆 这也是一种变相的资历嘛 你否则这是啥呀 哎呀 想想就来气呀 这搞什么嘛 对吧 搞什么搞嘛 所以我之前认为啊 这个ACFA是要断的 你怎么看都得断 结果不但不断 甚至有可能加大优惠利率 如果真的要继续啊 继续ACFA继续汇台 那就别谈 低调点 别说得了 还整得这么高调 铺天盖地 坑哪都是 生话不知道 但是还关了评论 对吧 你看这个台湾老说我们言论不自由 不让大陆人民评论 结果呀 落实证实的 不让评论的 反而是会台的 你说这搞不搞笑 哎呀 真的很搞笑哦 哎呀 这是越想越搞笑吧 总之吧 对吧 我看微博也好 知乎也好 头条也好啊 在ACFA这个议题下呀 大家都很生气 对吧 情绪都很低落 应该说非常的低落 非常的低落 怎么说呢 反正吧 大陆青年人呢 尽管这个压力很大啊 收入是台湾的三分之一 但是台湾人民 必须感受到祖国的温暖 就这样吧 反正会吧 什么都可以会 两岸一家亲 当然两岸一家亲呢 只是一厢情愿 我再补充一下 我之前看我们某个学者 在两岸某论坛讲 对吧 一讲是 哎呀 就是要给台湾更多的优惠 要对台湾人高看一眼 要让台湾的民众 感受到大陆的温暖 对吧 要这个 哎呀 要让 普通的台湾民众啊 感受到祖国的强大 而且呢 还要对台湾人 更好一点 对吧 看了呀 我这感觉很荒诞 知道什么什么呀 还讲 对吧 要争取台湾的群众 台湾的群众什么样 对吧 争取了这么多年 真的争取到了吗 台独的越来越多 蔡英文啊 那票率越来越高 对吧 今年台湾刚搞了四大公投 结果不在这摆着呢吗 那不都是绿的越来越多 越来越绿吗 所以会是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定义 订阅一下